撒末尔记上 第21章 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 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来 没有人跟随呢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 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 不要使人知道 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 在某处等候我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 求你给我五个饼 或是别样的食物 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 只有圣饼 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 才可以给 实在约有三日 我们没有亲近妇人 我出来的时候 虽是寻常行路 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 何况今日 不更是洁净吗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 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 只有更换新饼 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舍饼 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 留在耶和华面前 他名叫多义 是以东人 做扫罗的司墓长 大卫问亚西米勒说 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 因为王的是圣级 连刀剑器械 我都没有带 你在以拉谷 沙菲利士人 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 裹在布中 放在以弗德后边 你要就可以拿去 除此以外 再没有别的 这刀没有可比的 求你给我 那日大卫起来 躲避扫罗 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 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 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 不是指着她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吗 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 甚惧怕加特王雅吉 就在众人面前 改变了寻常的举动 在他们手下 假装疯癫 在城门的门扇上 胡血乱化 使唾沫留在胡子上 雅吉对臣仆说 你们看 这人是疯子 为什么带他 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缺少疯子 你们带这人来 在我面前疯癫吗 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 撒末尔记上 第22章 大卫就离开那里 逃到亚杜兰洞 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 就都下到他那里 凡受窘迫的 潜债的 心里苦恼的 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 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 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 对摩押王说 求你容我父母搬来 住在你们这里 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 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 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 先知迦德对大卫说 你不要住在山寨 要往犹大地去 大卫就离开那里 进入哈列的树林 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 坐在垂丝柳树下 手里拿着枪 众臣仆势力在左右 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在何处 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 变崖闽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耶稀的儿子 能将田地和葡萄园 赐给你们个人吗 能立你们个人 做千夫长百夫长吗 你们尽都杰当害我 我的儿子与耶稀的儿子 结盟的时候 无人告诉我 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 谋害我 就如今日的光景 也无人告诉我 为我忧虑 那时 以东人多异 站在扫罗的臣仆中 我曾看见耶稀的儿子 到了挪伯 雅西图的儿子 雅西米勒那里 雅西米勒 为他求问耶和华 又给他食物 并给他杀菲利士人 哥利亚的刀 王就打发人 将祭司 雅西图的儿子 雅西米勒 和他父亲的全家 就示住 罗伯的祭司 都召了来 他们就来见王 扫罗说 雅西图的儿子 要听我的话 主啊 我在这里 你为什么与耶稀的儿子 结党害我 将食物和刀给他 又为他求问神 使他起来谋害我 就如今日的光景 王的臣仆中 有谁比大魏忠心呢 他是王的女婿 又是王的参谋 并且在王家中 是尊贵的 我岂是从今日 才为他求问神呢 断不是这样 王不要将罪归我 和我父的全家 因为这事 无论大小 仆人都不知道 雅西米勒 你和你父的全家 都是该死的 王就吩咐 左右的侍卫说 你们去杀 耶和华的祭司 因为他们帮助大魏 又知道大魏逃跑 竟没有告诉我 扫罗的臣子 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 王吩咐多义说 你去杀祭司吧 以东人多义 就去杀祭司 那日杀了穿戏马布 以福德的八十五人 又用刀 将祭司成 罗伯中的男女孩童 吃奶的和牛羊驴 尽都杀灭 雅西图的儿子 雅西米勒 有一个儿子 名叫雅比亚他 逃到大魏那里 雅比亚他 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 告诉大魏 大魏对雅比亚他说 那日我见以东人多义在那里 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 你付的全家丧命 都是因我的缘故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不要惧怕 因为寻锁你命的 就是寻锁我的命 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 撒末尔纪上 第二十三章 有人告诉大魏说 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 抢夺何尝 所以大魏求问耶和华说 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 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对大魏说 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 拯救基伊拉 跟随大魏的人对他说 我们在犹大帝这里尚且惧怕 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 大魏又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回答 你起身下基伊拉去 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 与非利士人打仗 大大杀败他们 又夺获他们的牲畜 这样大魏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雅西米勒的儿子 雅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魏的时候 手里拿着以福德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魏到了基伊拉 扫罗说 爬进了有门有栓的城 困壁在里头 这是神将它交在我手里了 于是扫罗招聚众名 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 围困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大魏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 就对祭司雅比亚他说 将以福德拿过来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你仆人听真了扫罗 要往基伊拉来 为我的缘故灭城 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 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 下来不下来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指示仆人 扫罗必下来 基伊拉人 将我和跟随我的人 交在扫罗手里不交 必交出来 大魏 大魏和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就起身出了基伊拉 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 有人告诉扫罗 大魏离开基伊拉逃走 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大魏住在旷野的山寨里 常在西福旷野的山地 扫罗天天寻索大魏 神却不将大魏交在他手里 大魏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 那时他住在西福旷野的树林里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 往那树林里去见大魏 使他倚靠神得以兼顾 对他说 不要惧怕 我付扫罗的手 必不加害于你 你必做以色列的王 我也做你的宰相 这事我付扫罗知道了 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大魏仍住在树林里 约拿丹回家去了 西福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 大魏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 山寨中 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 王啊 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 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因你们顾恤我 请你们回去 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 是谁看见他在那里 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 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 回来巨石地告诉我 我就与你们同去 他若在犹大的境内 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 西福人就起身 在扫罗已先往西福去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魏 有人告诉大魏 他就下到磐石 住在马云的旷野 扫罗听见 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魏 扫罗在山这边走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 大魏急忙躲避扫罗 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四面围住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要拿获他们 忽悠使者来报告扫罗 非利士人犯禁强略 请王快快回去 于是扫罗不追赶大魏 回去攻打非利士人 因此那地方名叫西拉哈玛西罗杰 大魏从那里上去 住在隐积底的山寨里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我们与神同工的 也劝你们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因为他说 在悦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 看啊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职份被人毁谤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 患难 穷乏 困苦 鞭打 奸进 扰乱 勤劳 警醒 不实 连结 知识 恒忍 恩慈 圣灵的感化 无畏的爱心 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荣耀 羞辱 恶名 美名 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哥林多人啊 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 心是宽宏的 你们狭窄远不在乎我们 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 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 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恶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诗篇第147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何宜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数点星宿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我们的主为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侧躲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覆于地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用云折天 为地降雨 食草生长在山上 他似食给走兽和提叫的小乌鸦 他不惜跃马的力大 不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送赞耶和华 喜爱纳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境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他发明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他降血如羊毛 洒霜如如灰 他指下冰雹如碎渣 他发出寒冷 谁能当得起呢 他一出力 这些就都消化 他使风刮起 水便流动 他将他的道指是雅各 将他的律例典章 指示以色列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 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他在晚得起呢 有什么想法 不可不得了 他在赞美医院里面 他在赞美医院里面 这些人中有需要 他在赞美医院里面 他在赞美医院里面 这些人中有效